中国总理李克强周日南下深圳视察 行程结束不久 深圳市即出现人事变动 深圳市书记王荣突然传被调职 有消息指王荣是中共嫌党魁江泽民期的职儿 中国深圳先前确诊两宗H7N9 之后样本也都确诊阳性 龙华新区活情市场上月31日起休市一周 7日再延长多两周 但被发现部分店铺人放置大量活机 甚至由保安带往购买 20多名参与香港雨伞运动在军中占领区清场时的被捕人士 7日下午集体到中区警署踢保 他们要求警方尽快决定是否起诉他们 因而拒绝继续保释 有数十名市民到场声援 广达集团下属的展运电子有限公司的300多名工人 本周一发起罢工 抗议公司被收购之后 将工人调往其他工厂 而资方拒绝救死做出补偿 新唐人要在电视整理报道